记者蔡宗建屏东报道,曾经国家公园丰富陆屑资源,这两年受到外来种黄黄蚁威胁,沙岛,港口等区域情况严重,肯管处今年正式委托张师大林中级团队进行防治,每两个月在四个区域放置240个诱饵,希望消灭黄黄蚁的超级群落。 根据肯管处资料,黄黄蚁的超级群落,Super colony,指的是来自不同巢穴,多以后的公蚁群没有互相攻击行为,而能增加公蚁的密度,强化竞争能力,族群会快速增长到极高密度,容易对生态环境造成冲击,而黄黄蚁在肯定地区疑似已经出现恐怖的超级群落。 为了全力消灭黄黄蚁超级群落,肯管处保育客及林中级团队选定肯定沙岛、香蕉湾永泉、海岸及满洲港口地区各放置60个特制诱饵,每个基硕月重新评估放置地点,偶硕月则进行研究监测。 肯管处处长流培东指出,由于地面幼耳盘仍会吸引其他生物及遗类,唯有黄黄蚁较喜欢到高处觅食,林中级团队今年特别加强放置树上的耳盘。 3、4月间将举办志工培训活动,与当地社区居民共同投入防治工作,透过全民力量共同灭疫互泄。 黄黄以学名长脚结山以名列世界百大最严重入侵以众前五名,源于非洲西部工以身长约灵。 6至0,8公分体呈黄褐色移动快速,且有长脚,百年前就随着植栽进入台湾。 除了伤害恒川半岛路线生态,在台中高美湿地也有同样问题。 肯管处根据路线专家刘空昌及林中级团队研究,发现路线的漆的和活动路线是黄黄以喜欢的环境。 他们喷出乙酸造成路线瞎眼,无法觅食饿死再啃是其尸体。 圣诞岛人生红色路线受害最惨时,甚至有三分之一被黄黄以消灭。 当地目前采用韩伟量分普尼的耳机以直升机喷洒,与肯定利用蚂蚁带回耳时内部突破方式不同。 肯管处宝玉克从104年接获肯定地区出现黄黄以族群。 这几年国家公元三大七的没有明显改变。 持续进行的仿路纱活动虽有成效,但学者一,06年度后却发现路线数量明显萎缩,甚至不需过马路试卵的种类也减少。 虽无法确认路线锐渐与黄黄已有直接关系,但初步认定是影响路线生存的原因之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